大丰收啊 哎不错真不错 得有两斤 下次还能收两斤 真好 哎呀这个草莓味太浓了特别香 隔音叫 两根 买二送一 你买不少啊火腿啊 新的老火腿啊 你应该这么喜欢吃 哎这小时候的味道 它这是百分之九十几的 纯肉啊是吧 啊好久不吃火腿肠了就觉得 里边全是淀粉 这个如果纯肉的话可以吃 百分之几十七还是九八呢全是那个淀粉肉 咱们看一下它的质量 看一下啊 这个肉的拉丝 哦好像肉还真的不少啊 全是肉 那那还行 没有肥的 小厨的这个火腿肠就是这样 全是煎的肉 嗯 给你尝 啥呢你吃吧 你吃你吃 嗯小厨的味道啊 熟悉的味道 有种烟熏的味道 这个豆浆鸡是大容量 够四五个人喝的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再来包榨菜啊 这个早上不爱吃饭就得吃点榨菜 这个榨菜有活动现在九块九十五包 这个老人孩子都能吃都是榨菜馅 我先尝尝这个老火腿啊 吃火腿啊 这个老火腿确实是不错 这肉很多啊 嗯 我看真是 他说多百分九十 百分九十七八 是吧 嗯 那就没一点淀粉了 还有这个果木烤的味儿 熏烤的味儿 熏烤必须果木熏烤 那种味儿还好 没有肥呢 对 其实咱中国人吃火腿还是跟外国人学的 外国人吃火腿多 青岛吃火腿有历史 因为它是个医民城市 跟德国人学 德国来的时候把这个火腿技术带出来 所以青岛这个火腿肠还是有名气的 抖音要卖火了 你炖的好肯定卖的好 嗯 你炸菜 虽然吃菜丸子 你跟我去呗 行 你少干活 我去煎猪女 豆浆真香 我就吃这一半碳水就行 自制三明治 嗯 好吃 最好吃 你尝尝 往里看这菜园子怎么样 都在搭架子的 嗯 都黄瓜 这葡萄也长得那么高 对呀 这葡萄就等你搭架子呢 你看看吧 哇 哇 草莓 哎呦哎呦哎呦 快给我拿个小盆 坏了坏 哎呦坏了 哎呦坏了 啊 哎呦 哎呦还好还好 哎呀真不少啊 哇 真好 没烂啊没烂 哎呦 摘草莓了啊 看看 哇 草莓大丰收了 哎呦 真好 这几天没来了 草莓 真给力啊 谢谢 这一串真好 真大 今天的草莓得收两斤啊 还是换上鞋呀 这迫不及待的就摘草莓了 先换鞋 你要注意啊 它要是有开花的你就别弄啊 哎 对 我觉得今年的葡萄不如去年的好 这颗没有吧 哎 那颗没有 草莓大丰收了 下次还能收两次 好 哎呀这个草莓味太浓了特别香 老李要搭黄瓜架子是吧 嗯搭吧 种了稍微蜜一下 蜜吗不蜜 还好吧 我看看那茄子啊 我都没看我的茄子 啊 看看 这茄子 棚子里就是茄子呀白瞎了 棚子里边也不活 哎呀一个也没活 你看买了前的羊 嗯 看咋买的 你在咱们集上 当时买的 那个羊子不好 嗯这油麦菜得收一些了 看着啥都想收 干什么呢你呢 看我的水萝卜在家 发的芽 就发芽了 没想到这个发芽这么快 才两天是三天就发芽了 这红萝卜 红萝卜 小小水萝卜 水萝卜 嗯 看看 家里吃不了的大葱 把它栽上啊看能不能活啊 要不也得扔啊 这边湿一点 这边里的钢布 绿 这边 这边 我让你砸了,也没让你砸黄瓜,人是砸黄瓜 人是砸黄瓜 看看,又一根,老李拔下来了三根黄瓜 老李拔掉三根黄瓜 这上火,真心疼啊 别捣刀了,这样就服了,我以后不干了 刚才绑捣帽,你自己干行了 下个帮你兼须点负担,你看 那你也不能把黄瓜给拔了吗 那好不容易栽活的 好了好了 老李干嘛呢 我都摘一遍了 你看,你看 还真行啦,这漏网啊 这叫漏网之鱼 还有这么多漏的呢 里面还有 这能好吃的 好吃好吃,肯定好吃 百合 下周就开了啊 一根上面打好几个骨朵了 两四六 三十二四六 走 还有 看来收获,收获颇丰 还有的是呢 下次 大下次 好了 哎呦,这草莓味可香啊 是啊,我闻着的草莓 看看我这堆 我看那还有一袋子 那是油菜 满载而故意啊 哈哈哈 这些是油菜 这个就这么放的吧 装车回家 好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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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